中大寮這棟三層樓透天錯在二零二三年八月 請空間設計公司來整修 住戶檢視工程品質 上網爆料 廁所使用後會漏水 水泥門檻 被住戶PO文炮轟 是在辦家家酒媽無法理解捏泥巴 是工法凹凸不平 再繡出浴室牆壁照片 不是視覺凸出來 現況就是凸的 窗框或是門框都有空隙 遭投訴業者強調住戶反應的問題 以盡力修補還是沒達到共識 雙方早已談妥扣除相關施工費用 也拿出施工前後一到三樓空間新舊對照圖 表明針對工程的細節 雙方出現認知落差 早在今年的四月解約 招投訴業者記錄下解約畫面存證 解約事隔大約兩個月後又被爆料 消保官解讀雙方的認知口判 還是有落差 用書面的方式來約定彼此的權利跟義務 比方說有沒有包含設計 或者純粹只是工程師做 住戶認定花大約三百萬元 老屋重新裝潢更新 沒有達到預期的水準 遭投訴業者表明已經盡力處理住戶 還是有疑問 雙方才決定扣工程款解約 整起裝修爭議 因為住戶一篇爆料文浮上檯面 三天宣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